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她是欧洲最古老的音乐学院 这所大学的毕业生专业水准很高 从这所大学出来的学生几乎都会活跃于欧洲艺术舞台之上 是一所声誉极高的音乐院校 周深在这所高等院校接受了完整专业的美声唱法教育 加上天生的好嗓音 中国好声音的舞台给了她一对翅膀 她一跃而起 展翅高飞 相比一夜暴红 我觉得周深不仅仅是一夜暴红 而是持续暴红 现在周深也要是最受欢迎华语男歌手了 究竟原因不外乎于以下几点 第一 周深嗓音条件极其独特 她有一把天赐的神仙嗓音 又醇又美 干净无瑕 基于同声与女声之间的完美音色 高小松说她是一个人的唱诗班 这种嗓音条件在乐台是独一份的 这哪是老天赏饭吃啊 这是老天喂饭吃 细数风神歌手王妃以及陶玉斯等人 他们除了唱功好之外 最重要的一点是嗓音非常独特 辨识度超高 听他们唱歌是美的享受 周深也是 听他唱歌是一种美的享受 你不需要费劲地去了解音乐的艺术性 他用嗓音把音乐表达得足够美 足够舒适 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轻松欣赏 这份舒适度很多歌手都做不到 有些人打着创新的口号说这是艺术 可是除了部分粉丝 谁品得懂谁又能发现其中的美呢 第二 周深的唱功和表现力极强 除了嗓音的优势 周深的唱功极其深厚 现场演唱和唱片无差别 这种功力有几人呢 无论是流行还是古典 国风作品还是博来曲目 毫无压力的演唱极具表现力 一首国风歌曲《荒诚度》 在陈其林的音乐会上 周深的现场演唱几乎没有瑕疵 我只能说一句厉害了 周深在舞台上自信满满 舞台表现力也很强 他真的是一位让人非常想去看演唱会的歌手 第三 周深的音乐很善于创新和突破自我 周深翻唱了很多经典名曲 他将每一首歌都诠释得很有自己的味道和风格 把一首歌唱出不同的味道 在流行音乐中加入到美声唱法 是他最擅长的手段之一 这虽然不是什么新鲜事 有许多艺术家都会偶尔改变一些风格 但是很显然周深做的最成功 两者完美结合 在自己的音乐作品《大鱼》中 翻唱朴树的《达尼亚》等作品中 他都加入到了美声元素 不仅仅提高了歌曲的质感 更具自己的风格 除此之外 在翻唱《毛阿米》《名作相思》的时候 又加入了昆曲元素 这首歌曲又成了另一种风格 另一种味道 对于平日里不怎么丁美声的人来说 可能会觉得从他的歌声中发出一个事实 原来美声也可以这么的好听 他不仅仅是歌手 更是艺术家 周深作为一个实力派歌手 他的歌声优美动听 其独特的声线也具备 欢迎于男歌手当中 少有的优美感 能够驾驭住多种曲风的音乐 周深出道至今 也给听众带来了非常多的优质歌曲 比如说《大鱼》 《化身孤岛的金》等歌曲 都是极具有周深个人魅力的标志性代表作 近年来 随着周深作品的认可度越来越高 他也越来越受到观众的欢迎了 最近周深就上了《乘风不浪的姐姐》这档节目 参加了姐姐们最终成团之夜的助力 节目中的周深和阿云打影镇乘客等人 共同和姐姐们带来了 浪姐公演比赛的经典曲目Flow 不过却因为不少的网友质疑节目组假唱一事 周深也受到了此风波的影响 相信看过《浪姐》这档节目的小伙伴 应该都有所了解 虽然这是一个唱跳竞技的舞台 不过却更加偏重于舞蹈部分 在之前很多次的公演曲目中 浪姐节目组都是用提前录制好的音乐 姐姐们在比赛中也是半开麦的状态居多 而这次成团之夜 浪姐再次因为这个问题受到了质疑 甚至有一些网友给周深扣上了假唱的帽子 而很多周深的粉丝立马坐不住了 觉得这事太云网了 周深的歌唱实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在《奔跑吧》这档节目中 必变是面对节目组非专业的音响设备 周深的一开口就是能够有演唱会的感觉 而在《青春好游记》中 周深也是一展歌手实力 轻轻松松的就能够拖个音长达67秒 作为一个实力派歌手 周深的专业能力自然是能够经受入考验的 而在这次浪姐成团夜中遭受质疑 想必也是如今选秀 学目越来越注重舞蹈而忽略唱功 半开麦和全开麦的区别就藏不住了 周深在这次风波中也是非常的冤枉的意外躺枪了 另外春风破浪的姐姐成团之夜 小编还注意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当时杨岚刚与黄晓明主持完口播 未等镜头切走 他就上演了上一秒春风和绪下一秒黑着脸匆匆离开的画面 独自留下黄晓明一个人面对镜头干笑 这个杨岚的动作呢 也是被吃瓜寻咒演绎为了下班的你 节目播出之后呢 杨岚得知出现了此类状况 在社交媒体上推送了一条消息 他解释说 其实当时我是着急着跑到主舞台和深深会合 去发布宝藏姐姐奖项 因为时间很紧张 生怕赶不及 所以匆匆离开 当时以为镜头已经切换了 此处请注意 杨岚使用的是要赶着去和深深会合 并且还爱得了周深 大家都知道杨岚1990年出道于中央电视台 迄今已经有30年 而出生于1992年的周深呢 自出道以后 鲜有与杨岚合作的机会 但恰恰就是两人的此次合作 杨岚没有直呼齐名 也没有用小周小深之类的称呼 而是使用了大家都喜欢常用的深深这个称呼 假如杨岚用前者中的任意称呼 以其成就和资历 观众也无为何感 而他之所以用深深这个称呼呢 也是两个人在后台以及节目彩排的时候的 高配合度的体现 更是宝藏男孩周深高情商的体现了 因为周深不管是在任何综艺节目中 他的小动作和对其他的嘉宾的称呼呢 一直都是尊敬有加的 更是他高情商和好相处的切实体现了 当他们两个人同时出现在直播画面中 杨岚对他的称呼呢也是深深 而深深一口一个杨岚姐姐叫到杨岚的脸上乐开了花 既然是综艺节目就要有综艺的效果嘛 杨岚抛出了周深在《青春环游记2》中 脸盲的宋命问答 周深也借着这个节目 向现场的张宇嘉万倩等人再次表白 从杨岚用深深来称呼周深 不仅透露着周深的高情商 更让大家知道了周深的娱乐圈中的人缘到底有多好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